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缘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命中注定能中一次千万彩票的生效。 活中有些人总是期望自己买的彩票,可以中个百万大奖,但是这样的好运气,并不是人人都会有的。 有的人买了一辈子的彩票,都不会中奖,有些人平时根本就不了解彩票,只是跟住朋友随手买了一张,结果就中了百万或千万奖金。 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同的,有些人财运旺盛,自然可以轻轻松松中大奖,下面介绍的几大生效,他们就是财运特别好的人。 也许买一张彩票,就中了个大奖,生效鼠羊的朋友,生效鼠羊的朋友特别的善良,从不杀生,对于身边的朋友也非常好,他们这辈子运气比较好,主要是因为好事做的比较多,好的运气都聚集在他们身边。 生效鼠羊的朋友,正是因为平时积善积德,所以他们买彩票的话,很容易就中了个大奖。 建议生效鼠羊的朋友,应该珍惜自己的好运,偶尔去买张彩票,没准一下子就中了。 生效鼠羊的朋友,天生就与财富结缘,他们这辈子永远不会缺钱花,主要是因为他们特别的善于赚钱。 偶尔运气好的时候,买张彩票就可以轻松中个几百万。 生效鼠羊的朋友生活中,有一些经常做坏事的恶人,他们的运气非常差,永远别想中大奖。 生效鼠羊的朋友与人为善,命特别好,一辈子不会受苦受累,他们也是天生的与财富有缘。 买彩票中大奖的几率很高,生效鼠羊的朋友,诸事顺利,生财有道,不仅生意上的收成不错,再加上在关键时刻,总会有贵人能够及时伸出手,能够裁聚而来。 财路大开,生意兴隆,他们会迎来命中贵人,大多在长辈当中出现,所以维系好自己的人际关系, 定能得到无穷的注意,再加上有助即兴相助的今年,财库大开,全家都能够跟住你们享福。 注定大富,度过这次劫难以后,好运来临,大吉大利,事业会逐渐进入上升期,财源滚滚而来。 生效鼠猴的朋友,鼠猴的人是十二生效中,偏财运最旺的一位,他们头脑灵活,心灵手巧,勤学好问,努力打盼,一生运势自然不会差,财运更是旺盛, 尤其是在投资理财,彩票股票等领域,好运更是常伴他们左右,能以小博大,赚得盆满锅满,大笔横财入财,意外之财不断,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这三大生肖的人,通常都是年轻时吃苦,中年晚年时享福,生肖鼠,生肖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聪明,而且脑袋瓜转得很灵光的一个鼠像,但是在年轻的时候,生肖鼠的性格比较内向,而且总给人一种特别狡猾的感觉, 因此生肖鼠的性格在年轻的时候,通常不是太受人喜欢,甚至还有不少的小人,喜欢给生肖鼠下一些伴子,让生肖鼠的生活过得并不是太好, 不过其实生肖鼠本身从命理上来看,就是一个在年轻时吃苦,晚年之后才能够享福的人,通常在年轻的时候,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 不过等到,真正跨过自己的艰难险阻之后,靠住自己的上进心和不凡的志向,注定会在事业上有一番的成就 生肖鼠,生肖鼠天生就是一个,性格比较独立的属相,因此生肖鼠有的自我不凡的性格,在年轻的时候,可能出生的家庭比较困苦,但是生肖鼠却有一颗贵族人的心,他们不甘于受这样的日子, 因此生肖鼠,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事业上,通常都比较努力,再加上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裁员,而且有事业心的属相,因此年轻的时候,可能会遭受一些苦楚,或者碰到一些墙壁,不过生肖鼠在工作上,永远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,因此他们通常在年轻的时候,会吃一些苦头, 不过进入到晚年或者中年之后,就开始享福,越努力越幸运,生肖鼠的福运就在中晚年之后,生肖羊,生肖羊向来被看作是一个,比较不吉祥的属相,因此生肖羊并不是太受老一辈的战舰,但其实生肖羊是一个特别好的属相,男的基本上都是才子,女的是家人,日后的成就 肯定不会小,通常都会在年轻的时候吃一些苦头,这是因为生肖羊,天生就是一个有后福的人,在年轻的时候把苦楚受罪,吃光之后到了晚年之后,必定会有大笔的财富来临, 因此生肖羊通常的时候,会在年轻之前吃过苦头,不过到了中年晚年之后,立马就能开始享福 不仅越来越有出息,而且家中还能够赚得万贯家财,运势持久不衰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进, 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,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